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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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很幸福 幸福是因为他们心里还有肖战 都说思念是戒不掉的瘾 有人问思念一个人真的会让人发狂吗 我要回答是的 女人本就容易痴情 在感情里爱上一个人就会全身心付出 当他们思念肖战的时候 你都无法想象他们脑海里徘徊着多少个肖战的身影 他们会对着肖战的照片说 想你的时候 街头的每个人都像是你 然而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外国女粉丝竟然放了许多彩虹屁不断的夸赞肖战 国内粉丝都没有那么痴狂 看来真是好事成双 双喜临门啊 只要是善意的夸赞肖战 大家都爱听 总比那些恶意重伤肖战的黑粉好得多 思念是一种折磨人的情感 当你有了一个想见却又不能见到的人时 那种思念对你心里的折磨就像抽丝剥茧 却很过瘾 思念着肖战 你的每天都会过得很充实 很有笨头 爱情里的两个人最容易思念彼此 就像古人所说的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